作詞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喜歡中國的角色 是他們的風格很感興奮 他們都很美 他們都很美 這個招牌是名體 而且是當時招牌師傅他自己畫出來的 還滿有他的特殊風格 我去跟大家從那個招牌去講字體的一些知識 如果你想想到一個招牌 它真的不給你任何新的資訊 你可以使用任何招牌 只要你能夠寫文字或寫文字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為何我們不在乎的招牌看起來 我叫白莫莉 在台大學中文 我叫白莫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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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台大學中文 我叫白莫莉 在台大學中文 我示範了 你能夠學到45個角色 很多時候 我們需要每天花一兩個鐘頭 練習學字 我們今天越來越少熟悉的話 其實我們跟文字的熟悉感 越脫離了 日本語的書体 或是漢字的書体 也像英文的書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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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像白莫莉 的形狀 看起來 把那個平衡的 比較好 我覺得 自行就在我們身邊 自行是需要被設計的 自行是需要被設計的 做造詞的人 做一套中文字型的工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像英歐文字 可能也不過六百多個字 可是中文字 可能你要做到 一兩萬字以上 做造詞的朋友 對自行設計有興趣的 不敢投入 原因是自行設計 養不起一個設計師 現在 網友演議論紛紛的是 世界上第一款 由群眾募資來創作的 台灣字體 金軒體即將誕生 我們有很多父母 在寫著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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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行是整個文化的一環 我們的社會 對於生活美的東西 是有就好 還是要跟人家不一樣 為何來得懂 看著我們 在寫著我們 為何不在寫著我們 為何不在寫著我們 這次祝福的